新冠上任的交通部部长陆兆福 今天和陆路交通局召开会议之后 在记者会上提到了关于Gobio驾照的问题 他强调考摩托车的学费是350令吉 如果是考汽车的话 手动的学费是1150令吉 而自动的则是1250令吉 从现在开始 所有考驾照的费用都不可以超过这一些顶价 有理解的开会 Ephes 2200元 其中处是1200元 其中处是渐渐之前 依然后登中处的其中一个都行为 也在优先让出来 cổ下的支持期借费变得到令吉 这些 shows也会统一中处 这iden需要托车的消息 陆兆福强调 如果有驾驶学院违规 将被吊销执照 或是不获更新执照 为了进一步打击贪污歪风 陆兆福指出 陆交局将在近几个月内 分阶段落实自动化考车措施 所有车内也必须装置行车记录仪 以避免有考官 蓄意让考生不过关 也让考生可随时上诉 在增加国家收入方面 陆兆福表示 陆交局去年为我国贡献 高达40亿令吉的收入 而车牌拍卖占了将近3亿令吉 为了鼓励更多的富翁 竞标特别的车牌 交通部将在今年内 推出电子拍卖系统 让富翁能够直接竞标 全国各州的特别车牌 价高者得 与此同时 为了确保车牌拍卖的 每一分每一毫 全都进入国库 交通部从此禁止 非政府组织 代售特别车牌 陆兆福指出 35个非政府组织代售车牌 授权的期限为一年 如今他决定不再行使 部长的这一项权利 NTV7红美龄采访报道